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洗财经周日沙龙第八期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时间一去不返人心如何重述 那我们今天有幸请到郝海东叶昭影二侠 我们今天呢有二位呢和我们一起呢来谈一谈 解封被金元足球禁锢的那些残梦 那我呢是您的主持人安娜富 很高兴呢受约主持周日联盟的洗财经节目 与德国纽伦堡正义农场日本东京樱花农场 一起参与专业的金融栏目 我是来自纽约香草山农场 我没有任何的金融背景 希望通过参加洗财经节目和大家一起讨论 深入了解更多金融知识 我会代表广大节目听众和观众 在直播间提问 从金融小白的角色与各位嘉宾互动 让我们的节目更接地气 更加通俗易懂 那么呢我们呢今天呢 有郝海东和叶昭颖女士 在我们的洗财经直播间 聊聊我们的金融足球 欢迎二位 有请郝海东和叶昭颖女士 分别向我们打个招呼 谢谢有请 叶女士吧 叶女士先请 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 这个第一次来到这个财经节目 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也不懂这些太专业的东西 但是对于就是说个人 个人理财 个人的这些投资 这个稍微知道一点点 跟大家一起分享吧 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 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足球 虽然我们是一个财经节目 但是足球在全世界 都是市场化最高的 程度最高的体育效 是吧 但是在中共就不是这样 大家说到了这些 所有的所谓的金元足球 它不是足球本身的错 是中共的体制造就了很多的怪象 乱象 大家在节目里边慢慢的一同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体会 但是具体的这个 至于说财经方面的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慢慢的探讨 我也一样 我们不是搞清楚 但是基本的常识逻辑 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人最终要活在常识和逻辑当中 而不是中共洗脑的所谓给你的专家 这帮所有弄出来的都是骗你 一帮骗子 好的 好 感谢 在我们的现场呢 还有我们的联系嘉宾历史见证 有请您跟我们的战友们打个招呼 谢谢 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银花农场的历史见证 再一次来到起财经节目 非常感谢能跟叶女侠和郝海东 一起来一起做客节目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的联系嘉宾 还有KOCCP有请 好 全球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这次真的很荣幸 我是来自德国纽轮堡争农场的KOCCP 真的是足球队长 我们做这个财经 包括我在其他的这个直播节目 跟足球队长合作过很多次 然后我们聊到了这个区块链 聊到了这个未来的数字金融 然后也聊到了这个去中心化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数字货币 那其实这个里面呢 跟我们来谈金融的时候 其实回答郝总这个问题啊 我们来谈金融的时候 其实金融它不是为了金融而金融 金融它一定有很多的产业在背后 其中呢 其实跟郝总那边结合最多的是一个足球产业 而且呢 后边队长给介绍一下 他本身也在这个足球这个圈子里 虽然他不是职业运动员 但是对足球的圈子 国内的啊 这个足球圈子有一个很深入的理解 他自己也做了很多 这种金融和足球产业结合的一些尝试 也想跟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非常荣幸啊 这个郝总和叶霞非常爽快的 答应了上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整个的策划呢 包括都是足球队长付出了很多心血啊 那剩下时间交给 交给足球奖啊 那有请足球队长 人家没钱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然后爸妈也不会搞关系 然后我们一天一天看着中国足球这样输下去 烂下去 再看到所谓的金元足球 包括这个权力寻租 包括各种不遵守契约 所以包括最后 海东哥说的劣币驱逐良币 然后现在中国足球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笑话了 那很遗憾的就是国际足球现在正在中国足球化 也被整个金元足球搞得乌烟瘴气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跟海东哥 张云姐一起探讨一个答案 就是用我们的加密数字货币 尤其是咱们的洗币和躺平币 能不能够重新把这个咱们 这一颗热爱足球的这个人心给它重塑了 能不能够把被中国足球坑害了 这么多代的这些金色年华 把这些冤魂给它解封了 我现在说到这 中国足球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爱你 那我想请我们的郝董来谈一下 您看完这个视频以后的您的感受 有请谢谢 就是大家应该怎么来认识中共啊 你看到这里面的视频景象的时候 大家可能真的你们都感觉不到 就像你可能还感觉让我说点感受 说点东西 其实你要知道 你说中国的老百姓的孩子 中国人有多可怜 你看见他们踢的那个场地 你想一想 你踢足球 这是几十年前了 或者大家在老说南美很穷嘛 是吧 穷人家的孩子才踢足球 改变命运啊 大家都在大陆上踢什么 在沙滩上踢 纯属胡说八道 你懂吗 就是共产党把人 把社会 把你 都给愚弄了 在最穷的国家 南美你们看到的 他们的足球俱乐部 他们的孩子们享受的是最好的 所有的这些清晰的设施 你们都 就是中国人 中国老百姓被共产党奴役的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只 接受了共产党给你的 他们以为 人家都也踢这种场地 人家也 没有这种保障 没有草皮 没有踢队 没有衣物 没有 你们以为的 他们都在大马路上踢十多块 踢成了马拉多纳 你以为马拉多纳 都是在大马路上踢的 真的 因为 咱们什么也不知道 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对吧 你们以为的 以为共产党 说给你的 你要知道 刚才你放出来 这个录像里面的 高丰文 高指导 他是第一个呀 带领中国国家足球队 打入奥运会的 教练员 你看一看 最后 病死的时候 谁管他 没人管他 他在沈阳 有个高峰儿 足校 最后都破败 这么一个 功勋的教练 被共产党 被全国的 人 谩骂 唾骂 因为他进了奥运会 也是好像 没 没进球啊 没那个 没赢啊 全都输了 进入决赛 完以后 回来 又是一通谩骂 最后 带小孩 最后 没人管 最后 自己慢慢的 病死 就是这么一个老人 你看一看 他教的孩子 他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多么的坚固 他收那点费用 能支撑得起 他来吃喝拉撒睡吗 他有了 这几百个孩子的时候 他真是自己的钱 他不像徐根宝这些王八蛋 跟体育局 跟市政府 跟这些 勾兑完了 拿 这个政府的钱 拿共产党的钱 高丰文 人家高二老一分钱 都没有这么干过 就凭自己 辛辛苦苦 这个 二三十年嘛 最后得什么呢 最后病死的时候 在床上 老伴 这个 没人管他 国家在哪 是吧 你们看到 这种时候 要看到本质 你想想 踢足球的孩子 怎么都能成了 比如说学习不好 下等人 或者最后没出路了 或者怎么 去踢完了 又苦又累 又 那场地都 土场 对吧 有几个人 现在能踢上 真正的草皮的 在学校里 给你铺点 那个人造草 层层苛扣完以后 那个人造草皮硬的 底下就是水泥地 完了铺了一层 所谓的地毯那种 一上去 一摔 一层皮掉 我都去过 这些小学 我告诉校长 我说你们这个 还不如不让孩子提 我说要 这是要受重伤的 是吧 你们哪能铺这么样的呢 我说一定要 合乎 一定的标准的 你不能说 光看着 你干脆把那个水泥地 刷点绿油漆得了 是吧 当你看到 这种时候的时候 你能认知这样 你才能认清 中共的邪恶 我都说 不管是什么 节目 不管是什么领域 常识和逻辑最重要 而不是你们说的 你们以为中国足球烂 中国哪个地方不烂 我一直在说 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你们以为财经不烂 工检法不烂 医疗不烂 教育不烂 是吧 你们在这 当你说中国足球让你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就问问你 中国什么地方不让你受到伤害 中国足球给你的伤害 还没有伤害到你真正的实质 没有骗了你的钱 没有让你家破人亡 其他的东西是要你的命 是吧 为什么别的 其实当时那个 因为我记得我在十年前 差不多跟我的同学也讨论 说这个中国的足球 我说中国的球迷其实很可怜 你说这个足球踢了 把这个世界杯每次都进不去 但是大家又花这么多钱 还有这么多这个 怎么讲呢 这个俱乐部在这 其实都是俱乐部的捞钱 所以大家 我当时也在思维 说这个 其实队长提这个题目 金元足球 就是说这些钱 钱都去哪了 对吧 金融是在支撑这个足球 但是这个足球 居然产业被玩成那样的 因为我在之前 很多节目里有谈 就是说 我们看了很多行业 包括金融行业 都是被共产党给玩坏了 因为它不遵守规则 其实每个行业 都有内在的规则 只要你按规则玩 说白了 你共产党你进了世贸 不是说这个 你打开了大门 说你给全世界贡献了什么 是全世界接受了你 对吧 然后给整个的中国人 给整个这个国家 带来了先进 带来了这个经济的发展 反过来被共产党绑架 说没有党 你们这个都过不好 这么日子 这都是扯淡的一个事 所以我先打造一下 郝董 郝董确实 郝董 我知道队长说 你前两天刚感冒 确实 我想让队长稍微 给谈一下 就是这个视频剪辑 其实队长 在剪辑小视频的时候 他有很多感悟 也是请对因为队长也在这个足球产业里边 就是刚才郝董谈的这些事 我觉得队长心里可能都在流血 让队长先说一下 其实我是非常认同海东哥说的 尤其是之前海东哥一直在说 就是足球是最好的教育 然后呢足球教育 他不能够脱离学校 不能够脱离家庭 不能够脱离社会 这是我非常认同的 就是包括我自己从小踢球的时候 我觉得足球 他就是一种契约精神 之前前两天听 海东哥跟赵云姐 跟一些医生 也在讨论人的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恐惧CCP 这么容易被他的这种斯德格尔摩症 所绑架 其实人内心 他是有一个很自私的自我的 然后当你恐惧的时候 当你的内心不被看到 不被光明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 那足球呢 他是你加入一个队之后 你可能踢得不好 但是这个时候 你的队友踢得很好 他来教你一下 给你传一脚球 让你把这个空门 他不射 让你射近了 你一下心里就觉得很温暖 然后你的教练点拨你一下 说内脚背应该这样踢 对吧 你就觉得哇塞 这个足球 它是一个超出契约的美好 比这个契约精神 更要能够照亮你的内心 这是就是我身边吧 包括也是我们都是看着 海东哥踢球长大的 我们这一波人 大家一直为什么这么热爱足球 为什么这么执着的一个 最核心的原因 但是就是中共他最邪恶的 就是利用了我们的这种热爱 一点一点的把大家的这种东西 内心的这种希望 这种热情全部透支了 然后变成他们的利益 变成他们的这种权力的寻租 所以这个确实就是我剪片的时候 就是内心很痛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想海东哥是70年吗 他们那一届国奥队到现在 就是基本上就国家队都没人看了 国奥队更没人看了 那这30年也七八届国奥队了 那七八代人就这样 年华就这样被耽误了 这个真的是心里边确实是很伤感 然后就想跟海东哥交流一下 对 这个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 它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错 你们不要把最后中共给大家的毒就在这 你刚才说了 哎呀球迷受到中国足球的球迷受到了伤害 我都一直在讲 足球 中国足球的所有的伤害 不是足球运动员 足球教练员 裁判员带给你的伤害 是中国共产党带给你的伤害 但是我们所有的发泄 没有发泄到共产党身上 他们到现在为止 有几个人认为足球没有踢好 是共产党的错 没几个人认为 他们一定都是认为 你浩海东 范志毅 碧尾峰 孙靖尔 什么你们这些孙子抱儿 从业人员的原因 对吧 大家都是这样认知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输了嘛 他们因为输了就是因为是个人的原因 这就是共产党给人最大的毒 他不能让你敢于最后发表了 看到事情本质的这种东西 他让你发出声音来 让你早早的把这些人都给你泯灭了 他通过各方面的手段 是吧 比如说不让你剪头 不让你留长头发 不让你纹身 让你身体素质测验 各方面的东西 让你最后不敢发声 说 不光是我体能不行 技战术不行 排兵布阵不行 什么抑制品质不行 不光是这个 对吧 像我一直在说 我说中国社会的缩影 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那你最后了 大家承认你浩雅东说的这个对的话 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不好 对吧 并不是根子上不在你足球的本身 足球运动员的本身的时候 那共产党能让你这种人 在一个行业里面 所谓的有话语权吗 你来去管理 运营这些产业 这个项目吗 不可能啊 是吧 因为他是一党专政啊 他来任命 他没有市场化呀 没有职业化呀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金元足球 说是叫他们玩坏了 这个一定不是玩的事 一带什么东西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 我们大家把一个事情 一个产业 一个职业的东西都当成了玩 这不是玩 足球 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所有的这些专业的东西 一旦有了专业和职业 尤其上升到职业化 市场化的时候一定不是玩的事 这是你对一个行业的尊重 一定要极其的专专专注跟职业化 你才能最后得到好的回报 要不马上会给你惩讽 所有的中国的职业足球都是假的嘛 伪职业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社区嘛 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嘛 他是拿银行的贷款在玩 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的中国人的可悲就在这 他认为王剑林的钱 万达的钱 许家印什么 这个这个恒大的钱 绿城的钱 是宋伟平的 是 王剑林的是许家印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愚昧 因为那些钱都是老百姓的 都是我们自己的 他是共产党 最后给了许家印 宋伟平 王剑林 孙宏斌 居明 而不是说在市场上 大家通过机制 来就干了什么事情 拿了钱 完了投入到足球上 这个没问题 这就是应该 中国足球和足球最大的区别 全世界都是在市场化的 基本啊 相对上来讲 以市场来调节 产业化 对吧 他不可能向我们来去 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 中国哪个不是呢 所谓的足球的职业化 都是假的 因为他都是母公司 来给这个俱乐部输学 一旦离开了母公司 他市场造学功能 基本等于零 对吧 那你说 他有任何的价值吗 这不就是假的吗 那这个母公司的钱 哪里来的呢 他不是从市场上来的 王剑林 徐明 许家印 孙宏斌 宋伟平 所有的这些人的钱 哪来的 不都是银行的钱吗 对吧 他们拿着银行的贷款 当利润啊 他们所有的最后 把资产跟负债弄完 他都是不仅不胜零 他都是负数 是吗 那怎么会有市场化呢 他怎么能有了 真正的这种 公平公正的原则底下的 这种竞争呢 那最后带给你的伤害 所有的问题 都嫁祸在人身上 个体身上 他的组织 共产党都逃避出来了 就像文化党革命 他最后栽赃成了毛泽东了 是吧 最后呢 成了 这个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了 对吧 他从来不讲讲这个体制 这个共产党的恶 六四谁屠杀的 没人说吗 对吧 不是你共产党的吗 你能最后说 最后六四屠杀 找这个替罪羊 说人家李鹏 他一个人干的 他拿着枪 邓小平拿着枪 是吧 这个东西不就是最终 要去你认知的 认清本质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 财经的节目一样 你如果不是在 真正的市场化里面 在刚才说的 WTO的公平公正的原则里面 一起来去参与的话 你共产党是加入了呀 问题是你在国内的时候 你不会啊 在老百姓当中 你不会让他WTO 是吧 你从来没有让我们享受到一天 我们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则里面 就像今天的香港一样 这是习近平宣读的政策 香港居民了 你们要知道这些四大 什么所谓不要脸 就包括这些成龙啊 谭永林这帮孙子 我都讲了这帮孙子 你们已经成居民了 你们一分的权利没了 你们不是公民了 跟我们一样 我们的中华人民公共居民证啊 没有一个 我们的证件上都是这样啊 这就是我们 你说老百姓 你看不出这个本质 你纠结在所谓的 什么足球的这个中国足球运动员 中国足球教练员 中国足球行业的管理者们的这种身上 那都是太这个肤浅了 你们看到的 刚才的高峰文 还有一个拉德 那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前男的吧 教练非常好的老人啊 应该叫拉德 我大约记不起来 包括这里面这个孤广明 他是最早在德国踢球 那都是最早也都有 是因为腿断了 去到了德国 那回到中国他要赚钱啊 他没办法 他也要依靠这个体制 中国人多呀 他感觉他能赚到钱 他就从德国回来 可怕的就是这些我们中国人 这种认知被共产党愚弄了 其实我告诉你 所有你有技能的人 你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共可以活好 你只要有技术 你只要愿意干 你在国外一样干的比国内的还好 更轻松 一样得钱 我们身边无数 包括我们 未来你都会看到 我们一个一个的例子 在你我身上 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 你都会看见 我们凭我们的本事 在国外一样在西方的社会里 凭着你的本事 凭着你的勤劳 你一样可以得到你拥有 不用给中共跪下 你也不用有什么怨言抱怨 怎么青春逝去了 因为中共 你哪时候付出行动都不晚 包括在国外 你一样可以从事这项行业 这项职业 我的一点点感受 好的 谢谢郝董 其实我这有 郝董你说 郝董 我有点感想 你看因为我是天津人 我就说 刚才郝董一直在说 就是体制的问题 确实是 你比如说像天津 天津的这个队 你说 三 就是说 因为我虽然说 不是说 这个足球这方面 特别是爱好也好 但是我也 咱也去关注 自己天津市的这个队 就是说 时不时的 就换个教练 没事 要么就国外教练不行 国内教练不行 那些人呢 还是那些人 其实呢 我就认为 咱们的这个 就像 就是每个队里头 其实都有一些 就是 不错的 一些苗子 比如说就像这个 天津队里头 也有一些 你知道吗 但是你 人际教练 在国外 已经执教的很多年 并且人际肯定都是 有成功的 这些经验的这些人 但你过来之后 为什么就执教不了 咱们自己的球队 对不对 你包括这个 你拿世界顶敌的 这些教练 你去 这个 执导国家队 最后你也 踢不到 这个 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世界杯上去 你说为什么 其实呢 都认为是 教练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这个 这个方式方法 不对 其实什么的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土壤 再一个 就是因为您是 院内人士 您知道 就是说他内部里头 有时候 人想推行一些 这个 技战术方针的 还有一些 一些什么 根本推行不下去 再一个 我就知道 就是说 包括里头 打假球 黑球 这些东西 所以说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是我觉得 就是共产党 一直在 把老百姓 让老百姓 就是洗脑洗成什么 就说 这个球队 这个 踢这个 足球 每个省的 这个足球队 其实是他们捞钱的 一个 一个 一个钱袋子 你让 养个足球队 多少钱 像天津 你弄个康师傅 康师傅不行 又弄个权健 对吧 又弄个什么的 三三五四的换 对不对 这里头可是捞钱 捞的不少 这是我要说的 对 这个 你讲的这些东西 太现实 就是说你 认识到了 你才能慢慢的 思考 你才能知道 对吧 根本就不是 你们看到的这种 你们表面上 让你知道的 真正的这里面 就是 谁来做决定 谁那个 不是你一个教练员 也不是 泰达的董事长 能决定 是吧 这是天津市委 就像大连万达 你不是你王建林 说了算 一样 对吧 你以为 大连万达是 许家印说 王建林说了算 大连 施德 大连 施德是你徐明 说了算 对吧 那是 薄熙来说了算 是吧 你恒大是你 许家印说了算 不是吧 对吧 就一个道理 你天津 泰达 是你谁 说了算 是你李广义 能说了算 是你董文胜 能说了算 对吧 当时呢 武长顺讲句话 安排个队员 是吧 你 你谁敢 不给他面子 张高丽说句话 是吧 所以说真正的中国的足球也好 中国的社会现象也好 如果你真的 包括金融 是吧 都是当官的 哪有什么真正的金融市场来说呢 不大那么可能 同意 那个豪董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咱们谈到这个 就是国内这些现象 本质上国内的足球行业 或者金融行业来讲 您说的很对 都是这个体制的问题 我相信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战友 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 不管你是在金融圈 还是在足球圈 对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有了解的 其实大家对着听豪董 听了很多节目 那其实一个问题是 其实我们抛出这个话题 想讨论说假设 就没了中共的话 那其实在这个足球 就是在市场化的这个足球运作里边 其实它也是靠钱的 就是你金融和足球之间 它有一个很深的绑定 就以您为主 您说刚才谈到了说 你只要是有专业 对吧 你到了这些 就是你跳出说 假设现在中共今天就没了 对吧 你跳出大家到国际市场 凭自己的本人去吃饭 那你一样 就是在市场的运作情况下 它市场还是一个 就是我们谈这个 其实想借用那个金融足球 是想说广益的 就是不光是我们看中共 中共这个事呢 说白 大家应该认识很清楚了 就重点是说 我们想看说 即使在国际市场上 在这个足球行业里面 大家也在谈说 这个足球背后 包括各个俱乐部啊 对吧 你不管是说西甲啊 还是这个英超啊 它背后这些大俱乐部 那都是很有钱的 它的一些广告啊 包括球员啊 就整个它是一个 它是市场化的 但它是一个成熟的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运作 那在这个里面啊 就一样 就是比如说你英国的球迷 或者德国的球迷 西班牙的球迷 那他的球迷本身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一个利益也好 和足球队和他的俱乐部 还有这个整个 他的这个足球的比赛 联赛这个这个制度之间啊 就是他还是有切丝万里的联系的 我们就想说 那这个就我最问一个基本问题啊 假设啊 就是刚才刚才那个队长捡 那个像那个土 那个土地上踢球 我刚才好多人也说了 现在就水泥地上扑个草 这个 那这背后还是什么 还是说都是需要有钱 对吧 你就说我现在在西班牙 我要开一个足球学校 那你也得投钱啊 对吧 你得真的是见 见好多时候 你说那个好的一个足球场地 那个好合格的草皮 那这国际上都是有标准的 对吧 你这个土应该是多深 对吧 然后是什么土质 上面你这草应该是什么品种的草 然后你减的应该是多高 对吧 这都是有一系列标准的 你按这个标准 因为我是说话足球 我不是专业 但我之前打过这个网球 网球那个 那个网球是很 那铺几成土 中间什么渗水 然后那个草应该多深 对吧 那草地都是有严格标准的 那这些东西 其实背后都是钱呢 就说白了 您说这个 当然了中共这帮人 就是骗银行钱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就是像国外 你一个俱乐部 他也有经营不善 他也会冲银行借款 对吧 所以他也是个 他市场化 就是他差别 就是说在国外 就是西班牙 他不会说某个 某个省长 或者某个市长 说一句话 说这足球队就这么这么糟了 对吧 但是你这个足球队 到市场上去打拼 你要买来好的球员 假如说没有好的球员进来 你的球迷 可能最后就聚集不起来 最后你的俱乐部就没有收入 最后你还是经营不下去 对吧 所以就是我是想说 这个金融啊 包括这种钱 其实根本上一个问题 咱就说在良性的一个市场情况下 那真的是没有钱的话 这小孩子就是 就是喜欢踢足球 他就想去踢足球 那真的是没有钱的情况下 那这种良性的机制 能不能从源头上建立起来 这是我们想想炮的一个话题 你说的这个特别好 就是在国外 你有钱 你就干有钱的事 没钱 你就干没钱的事 所有老百姓的孩子 都有地方踢球 他不会因为没钱踢不起球 这点你讲到根上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有资本有主义 但是别人相对来讲 老百姓看得起房 读得起书 踢得起球 因为我们都在这 你刚才讲了 对吧 你没有钱 没有那个怎么 你买不了球员 买不了那个 那你成不了黄马 巴萨 大巴黎 对吧 你不能像人家买梅西买其他内 没问题 你小俱乐部一样 你可以卖队员 而且这些球员 他们一整套的体系 我一直在讲 西方社会到目前为止的民主社会 没有绝对公平 但是相对公平 我讲的是跟中共啊 跟整个这个 我更好的制度我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体会 对吧 但是我体会到的 就是中共所有的 比如说我十岁当兵 是专业体制 这个计划经济 到后来94年职业化 市场 委职业 后来我到了国外俱乐部 后来我又回到国内 后来我们又出来 后来现在灭共 我经历了这么多 包括外交 包括我们的这个 在国外的这些生活经历 所有的这一切 告诉了我 就是说 在国外的这种相对公平的体制里面 老百姓 孩子们 没钱的家庭 都可以 因为自己的爱好 你能去 实现自己的梦想 基本啊 相对啊 比中共的要好得多得多 因为他不需要大钱 他踢一场球 孩子们 去到一年 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你知道吧 就是在国外 你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 国外 不炒地啊 他没有地皮 炒 你比如说像我们 正要在这 做一个足球俱乐部 我们弄两块场地 我们干一个 教孩子们踢球 太简单了 没 你可以上市政府去啊 包括 那有地卖啊 这这满处有地啊 挂着 你正常买的 正常去申请 正常 没问题 是吧 而且有的地方 你可以转租过来 而且以我们的资历 尤其是小叶这种 那他弄一个 有毛球俱乐部 分分钟 那人家还在求他 你赶快来干吧 对吧 我 他们的 有毛球俱乐部的主席 告诉他 这个俱乐部 你要药都给你啊 你来 你来 这就是 别人 这就是西方社会 你可以 有一个没问题 你可以培养孩子 可以那个人 刚才你说了 你要抢更大 更能 那你就到市场上去吧 你 为什么国外有清训 而且 他们第一个培养出来的 这个孩子 从你俱乐部出来 只要你 卖了 未来转会 都有你 原先这个俱乐部的分成 这个就是人家相对公平的 原则 在中共有吗 有的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那足校屁 你看 你是花了 收了他几万块钱 什么所谓的这些 这个学费什么的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的时候 有俱乐部看上好的 就像军严足球 是 光当 给家长来了 给十万 给五十万 给领走了 到俱乐部 这个足校一分钱拿不到 对吧 未来转会费 他一分钱 分不到 你想想 哪有什么产业链 是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中共的体制底下 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的人才出来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保障体系 在国外不会 是吧 老百姓的孩子不需要有多少钱 他就能踢上球 在中共可不行 你出去出门 随随便便 踢上球 没场地 有 好多钱 就像你们刚才说 你踢上球 四五十分钟的扯地铁 这不扯淡吗 来回多长时间 你光路上花多少时间 你哪来的这些成本 是吧 何况孩子们 他怎么办 在这儿不可能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密哈斯 就有 这儿都在山上了 走十分钟 就有一个足球场 还有艺术体操馆 对啊 底下有什么 这个网球啊 什么都有 完了 十几分钟在山底下 又有足球球络合部 又有场 就是满大街都是在凤黑洛拉的一个地方的这个海边 有一个足球运动员的雕像 你们不可理解 你们感觉应该在巴桑 应该在马德里 没有 在凤黑洛拉的一个市中心的海边的一个地方 竖着一个足球运动员的铜像 你能想到吗 在中共国你能想到吗 他不脉乎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一个运动员 曾经踢到过拿拿拿这个级别 一直那个 人家就把他塑造城池英雄 就把他塑造的 他的雕像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传承文化历史 整个的在这里面 而不是你们看到的所谓的共产党弄了 今天塑个英雄 明天塑个英雄 是这样 不是的 别人就让历史 让行业 每一个行业都会 别以为光是足球 对 我觉得就是 好像我说的 在整个这个西方这个市场机制运作下的话 各个行业他遵循他的规则 就是小政府嘛 政府不要过多的干预 这个都能蓬勃发展起来 其实我特别想让队长分享一下 他的之前的一个经历 队长做了一个 就是说实话 他队长因为他本身家庭里边有 这个足球的这个 怎么讲这个基因嘛 所以就是队长在足球这方面 这个社区层面 其实做了一个探索 我们其实也安排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 就是这个是怎么让足球回归到这个社区 回归到家庭 因为之前听郝总的节目 就是您也提到了这方面 然后呢 其实队长他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做了一个运动家号足球公园 其实当时呢 也尝试说做一些这种 他不是那种数字货币的金融嘛 反正他比如做一些带金券啊这样的 然后可以拉一些赞助啊 就相当于我从社区这个角度 就是不通过真真实实投钱 只是真实说大家出于爱好 然后做一些义工 然后可能后来你真的有了规模之后 就等于有了人 就像七哥说的 我们是自带客户 对吧 我这个小区里头 有这些孩子是发自内心的 从骨子里喜欢踢球 对吧 然后我这个足球场也是说 大家共同做义工建立起来的 然后后来我有了这个市场之后 那我这有了这么多粉丝 然后我后续可能有一些带动的产品 比如说杯子啊 一些球衣啊 对吧 或者是可能有啤酒赞助商就来了 我给你沾住个啤酒挂个牌 你这个社区足球赛啊 搞一搞对吧 然后其实大家也搞得不错 这唯一的问题其实就是说 中共它垄断 它不会让你这么去发展 但是我真的是想说 我们要往前看 就是新中国联邦 未来我们会搞羽毛修赛 搞猪修赛 对吧 那我们怎么去搞 我们自下而上呢 是不是说战友们可以出于自己的一个爱好 出于自己的一个 怎么讲 就跟做义工一样 我就是喜欢这个 那我肯定拉个车 给你拉点什么东西 对吧 每个人贡献一点 可能大家就能把这个行业 从底层给它建立起来 所以我真的想请队长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海东哥肯定很明白 就是最早足球它就是一个会员制 就是英格兰当时很多纺织工人 大家没地方去发泄周末了 然后就组织起来这种足球比赛 然后社区包括工厂 大家就开始出钱 然后成为会员 给这个球队球员去客场打比赛呀 给他们那个去做一些后勤保障啊 甚至还有一些转会费啊 这种支出 那慢慢这种会员制就变成一种契约了 所以我想法就是 咱们现在新中国联邦也有洗币 未来还有躺平币嘛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记账的这种方式 就这种透明的记账方式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参与者 都明明白白的 我贡献了多少能力 贡献多少价值 然后中间没有什么所谓的中间商 再去权力寻租呀 再去那个对吧 把钱揣到自己的这个腰包里啊 没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基于一个彻底的 区块链的这种方式 然后建立这样的一个社区足球的这种模式 所以也是想跟海东哥探讨一下 这种可能性 还有一个就是我补充一下 队长可能就是太兴奋了 之前我们讨论你放松一下 我觉得之前队长还提过一个 就是比如说你如何识别一个好的球员 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 就是一个数据画像的概念 就是像比如说NBA NBA有很多这种数据 一场比赛下来之后 因为它有很多高科技的那种什么摄像头 但是不是中共那种 所以因为要监控你 它是识别每一个队员的动作 包括它在场上的每一个判断 比如说别人要传球的时候 或者它的位置又没有到 然后它会做出很多种数据来 它中国组合的这个数据分析来 比如说这个球员 每一场里面它的得分是怎么样 那然后最后出那个VIP 就是最有价值的球员 对吧 这都是根据一些数据来的 因为我不知道足球产业里面 未来会不会是说 在这个区块链技术 因为你每一场比赛也是有 不管是你这球员 就是顶级的球员 对吧 那它的这些技战术 还有它在场上的跟别人一个配合 或者说它自己的一个技术的发挥 就这些可能 我是不太了解 在足球里边 是不是有这些数字化的应用 因为这些东西 未来是说白了 商业嘛 商业在市场里边 最多东西要换钱的 对吧 比如说郝董 您这个价值 是因为您有历史的成绩债者 所以市场上认可您这个价值 对吧 那您这个价值的积累 一个是靠进球 还有一个是靠您这个传球配合 各方面的基战术的一个表现 对吧 然后积累下来了 那积累下来 那未来新的 您因为您已经在这个很高 这个高山洋指的一个位置了 那未来新的这些球员底层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孩子 刚开始学走路的 他可能就是 可能就对足球很感兴趣 那他会是一个怎样的成长道路 然后我们这些 这些数字化的这个金融 还有这个数字化这些技术 怎么能帮助这些 这些小孩子 能够走上这样一个正确的发展道路 或者说能够 按他的能力去脱颖而出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看看 陶总有什么意见和点评 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你刚才讲的这个一个就是社区足球 这些通过这个平台 大家去那个都在做 就是为了中共都在市场上 但是呢 这些东西就是人数要足够多 现在毕竟是吧 这个你中共不灭 我们新中国联邦 这些人 有的比如在国内的战友 他又不敢 也不能对吧 有露脸各方面 那肯定不方便 那大家就不大怎么能去真正的 是吧 享受到这些服务啊 快捷啊 什么大家能赶快传起来 什么这些东西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这个就基本上肯定是好事 只要你开放了 对吧 只要大家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 有些事情都没有问题 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讲的 利用数据大数据来判断一个人的这个 他的高低啊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能力啊 什么的 对啊 这个最终不是拿数据来评判的啊 至少以我足球的来啊 我去判断 我不会看数据啊 这个东西 至于说你一些数据对人的帮助 对这可以啊 你比方说身高体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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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氧什么肌肉什么弹跳速度 这这些东西都有都可以有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 你从来没有能给他脑子 你说人的脑子这里面你怎么来 他的所有的意识里面 预先判断 你怎么来分析他 而且你要看尤其是足球 这么大场地 这么多人 所有每一个细节都是马上的判断 而且他在前场 守门员都应该怎么动 你们谁能知道 这数据里面表现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但是这些运动员教练员都能 你们刚才看见高峰而高二岛那一脚 传球 那都是一脚传球 数据里面有啥 没有任何的能出来不一样 对吧 你们上去踢也是一脚 我今天告诉你 对吧 你足球队长历史见证 对吧 KO什么CCP 你们上去像高二岛那样踢一脚 一样啊 但是你们踢出来的动作 我们一看你就不会踢足球 对吧 就像打网球一样 你在那一打 娜娜费德勒也是一打 你我也是往那一打 没屁用 人家一看 这都是数据啊 都告诉你在哪哪打了一下 对吧 但是最后你要 看见的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来去评判它呢 那只能是真正的行业内的人 更高高度的人来去看 你这个人 我到现在为止 高二岛是第一个国家少年队的主教练 就参加可口可乐的 他带可口可乐86年 那是第一届在中国世界少年紧妙赛 我还真不知道高二岛还是个左脚 你想想从小我们也是 他都看着我长大踢球啊什么的 包括在龙南湖啊什么的 他带国阿队我们在国澳啊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他是个左脚啊 如果他不是左脚 那他的左脚简直是太牛逼了 对啊 这就是 就是我唯一第一次看见他踢足球 但是你一看他这脚球一踢 那就是绝对的好队员 这不用先别管他别的 就是因为我看到的 就是我知道 这个人的足球水平肯定很高 其实就是 其实我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你看郝董 您刚才提的这个 就是说您一看就知道 对吧 您看的话 未来就比如说郝董您能看 那未来可能历史见证能不能看呢 未来我们的技术出来之后 AI是不是能判断 而且就是刚才您 我记得我看您之前节目 也提过说那个训练 对这些中共训练 什么跑体能 这些不吃之以迪 对吧 但是您 就是按您那个经验 你就假如说郝董 您去跑 比如说我kill我来了 对吧 我说我要去踢足球 您肯定先面试我一下 对吧 做几个动作看看 对吧 场上跑一跑 踢足球比赛 您瞅瞅 瞅瞅 心里就知道 我kill这个到底行不行 对吧 那您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经验的判断 就是相当于说 未来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识别的 那比如说你一个小孩子去训练 看一个好苗子 比如说你看安拉夫 安拉夫一看 就哎 行啊 这个身段看着有点踢足球 可能还真行 那你试试呗 就是您这种感觉呀 它一定也是 你心里是有个标准的 对吧 其实我们想是未来你的 收入或者金融的角度 这个AI 这个能不能 我无法 我觉得从参业的角度来说 这个 这个AI它 我觉得它不能识别到这么 就是这么高 这么专业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识别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所谓的科技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影响到 专业职业的这种项目里来 它可以把身体机能 一些数据弄出来 但是你对它所有的这一整套的 所有的它的协调性 这个协调性谁来判断 对吧 什么叫协调性 你们怎么来讲 对啊 大家我就问问你 什么叫协调性 你像高尔高尔的 踢这脚球 这就叫协调性 但是你把它叫我 把它拿数据来弄出来 我说不出来 我只能看见它 它这一下叫协调性 就像人家打网球 我今天你们 咱们打网球了 人家打网球的人一看 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协调性 对啊 打着这一下协调性到什么程度 是吧 你是到了哪个地方 你到了潘兵 对吧 还是到彭帅 还是到李娜 还是到你们菲德勒 哪哪 是吧 你 得约又不一样 对吧 大家对一个人的要求 是吧 每个人看见的能力到底到哪了 有些许的不一样 但是AI到底能不能把人都弄成了一样 好 从数据来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听到过 一个足球教练员和运动员 所有的现在说 拿数据来去判断谁是谁 明天谁上场 谁不上场 谁踢的好 谁踢的坏 是吧 没有 你去问现在的这些所谓的 什么瓜地奥拉姆尼尼奥 所谓这些什么克罗古 所有的这些 包括你拿数据来 你能说 他来判断说 看见数据告诉他的 他来去让谁上场吗 我就问问你 你们信不信 你可以去 比如说这次的欧冠决赛 最后安切落地拿了冠军了 没人看好 黄马这次本来所谓的 这个纸面的什么 这并不是最好的 最高的夺冠 但是他最后夺冠了 但是你 我问问你 安切落地能根据 所有给他场上的这些数据 他来安排所有的比赛吗 谁传了多少球 谁哪个人怎么回事 历史怎么回事 我安排了谁上场 一直打到决赛最后夺冠 扯淡了 对吧 你听共产党这帮孙子 最后拿这些东西来忽悠人 包括现在中国国家队那些孙子们 包括李铁欧楚良这些 高红波他们在这 哎呀我什么高科技了 我学习了 我弄了点什么这些数据 谁什么跑了多少 最后他传了 我根据这个 我说谁能踢谁 这帮孙子就是因为他的真正的能力专业技能 他到不了 他没赢过 对吧 没有跟最高对抗过 他世界被上没上过场 他跟那个卢西奥跟罗兰尔罗跟他踢过嘛 所以他到不了这个层次 他就要去包装一下自己 拿一些东西来给自己 去让谁上场 谁那个提供一些佐证 告诉 蒙一些别人呗 我好好学习了 我利用高科技了 我看看数据了 你看我有说这个人跑的多吧 传球40多吧 你看浩尔东一共就跑了 一场比赛2000米 对吧 又不听话 对吧 不行 他不符合战术要求 对吧 按跑动距离 按数据来讲 罗兰尔罗 没吸都别踢球了 还踢个屁 是吧 一场比赛你光散步 你妈一共跑 快跑就跑那么300米 都拉起来 我总提到那个 我想起那个队长之前 我们讨论足球的时候 你做过一个那个 有一个足球游戏 对吧 就是有一个 叫什么心灵指数 是吧 队长 是那个FM 它是有三个数据统计的 就是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那个技术 还有一个是你的意识 它是有一个这个 就是意识层面 就刚才郝董提到的 你的决断呀 拦截呀 团队精神呀 他就是 其实他就游戏 有一个AI引擎嘛 但是他这个AI引擎 还是挺保密的 他就把所有的这些 职业球员的这些数据 都建了一个模 就包括那个曼珠蒂奇 其实他就挺神奇的 大家郝董肯定知道 曼珠蒂奇是一个 团队性球员嘛 在场上他的天赋呀 技术都是比较一般 但是他往往在咬牙的那一刻 然后包括回房呀什么的 他就是能一个人 踢两个位置那种感觉 所以他在球队 包括尤文图斯呀 克罗迪呀 就经常能够创造奇迹嘛 然后就是刚才 就是Kill想说的 就包括我们之前想表达的 就是一个是 看看这个科技跟金融方面 有没有一种结合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我个人就觉得 从足球 它是一个这种社区文化嘛 从最早的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建立一种模式 一个系统 然后把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 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中间就会有一些激励 比如说有的人 他踢球踢的一般 但是他设计很强 他可以帮着大家 去设计点兑灰呀 然后去设计一个海报呀 对吧 然后给他积点分 这样的话 把每个人的参与感 都能够激发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 整个社区也好 学校也好 他的这种足球文化 就建立起来了 然后这种传承呀 这种对于比赛之间的 这种氛围呀 就慢慢就形成了 所以我就想问了 郝董 这方面我们有没有可能性 把一切交给市场 把一切交给热爱这个项目的人 一切的一切 人都是自发的 你拿行政命令 拿想当然都是扯淡 一切的发展 都离不开 最后大家对一个东西的热爱和项目 就像我们灭供一样 没人发我们钱 对吧 没人给我们说 你去灭供了 七哥说了 你好像都灭供 我给你一个亿 对吧 你去灭供了 我给你三千万 没有 对吧 我们都是要去灭供 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自发的 包括这个市场 包括你说的这些事情 都可以去做 为什么 市场有需要 你就做 自然就会激发人的 对吧 没错 其实我们 对 郝总提到这儿 其实我们想留个话题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 我们再做一期续集 因为今天这个节目 却时间有限 洗台经那个 每期就一个小时 这个导播是明确要求 不能过多延长 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超了一分钟 那其实我最后就留一个尾巴 这个非常感谢郝总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说 就是刚才郝总说的 让真正热爱 这个竹球事业的人去参与其中 真正的去实现市场化 就政府 你靠边站 或者说你尽量少的参与 你只是在后边做一个知识 那这种呢 其实是有一个 就是七哥说的这个 灭共是大前提了 但是七哥说的 无皇有主 就一个是说 你的俱乐部或者也好 或者你的怎么样 一个 就是竹球俱乐部的老板 或者你这种外来资本 你投资人也好 对吧 他都是一个 你只是提供一个资本 那未来的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俱乐部 或者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就要交给市场去 要交给市场去决策 交给市场去定说 你这个球员 或者你的俱乐部运营的到底好不好 那未来其实带来了一个 因为我也看到了说 看下期如果有机会 给郝东讨论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DAO的机制 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文章 这DAO就是这个 去中心化的一个资质组织嘛 那包括一些球迷啊 跟这个球员俱乐部之间 还有老板之间 还有劳资之间 可能都有些冲动 包括转会啊这些 其实有很多问题 那这些问题 能不能通过DAO 或者说去中心化 甚至加上像刚才队长谈的 这个我们的躺平币啊 或者未来不一定是躺平币 比如说我发一个郝海东币 对吧 发一个夜朝影币 那这些币是不是能够 这种去中心化的技术 然后这个无荒有主的 这个大家自下而上的 那种机制 或者一种投票 或者是社区的 一个投票机制 对吧 就利用现在这些 这些什么讲的 就是大家自下而上的 这种机制 真正是用市场 让大家一人一票 来最后决定 这个也许说 这个产业就能发展起来 因为这个呢 今天确实没有时间了 就确实时间 已经超了几分钟 那就感谢郝董和叶霞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线下再确认一下 看看如果还有机会 希望下次能继续再 再跟两位 再继续商聊一下 因为其实队长 还有很多话也没说 我相信这个 这个安纳富 还有这个历史坚政 也很高兴 那有这些机会 能跟这个郝董和叶霞 同心同框 那虽然我们是个金融节目 但我觉得 这个尝试 其实挺值得探讨的 因为你金融 还是要服务于各个行业 对吧 这实际是实体经济 金融也要赚钱嘛 对吧 你没有这个市场 没有商业化的运作 大家都赚不到钱 没有金融 也不会有这个 逐球产业 对吧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次呢 开一个话题 那后续呢 如果有机会 看郝董两位的时间 那到时候我们 后续再安排一个时间 把这个后面的话题 再深入勘展一下 好吧 好 那就谢谢大家 跟大家说再见了 谢谢郝董 谢谢叶霞 谢谢 叶昭英女士 谢谢郝董 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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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